内于新资讯,一个视频全搞定,最近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瓜,一起和导导去看看吧 1.黄小明官宣恋情 承认跟叶柯在一起,女方晒聊天截图自爆结婚了 黄小明与Angela Baby在2015年结婚后,育有一子小海绵 但两人在2022年就宣告离婚 不久后,黄小明就传出与网红叶柯交往,备受外界关注 日前适逢中秋节,黄小明晒出与小海绵,以及父母在家团聚合照 外传就是叶柯帮一家人合照,形同已经正式进入皇家 而叶柯闺蜜也爆料,叶柯目前已婚,甚至还传出已经怀孕,登上热搜第一 而就在19日下午2点,黄小明终于官宣新恋情了 在叶柯闺蜜正式起已婚,台媒称黄小明否认后,黄小明本人终于发微博回应了 黄小明表示,抱歉占用公共资源,大家别猜了,我们在一起了 并配上了爱心,正式官宣跟叶柯的恋情 只是这一句在一起,是指恋爱在一起,还是结婚在一起了 黄小明则没有明说,而黄小明亲自回应,很可能是被台媒的假回应击到了 据悉,在中秋之后,黄小明晒出父母和儿子的团圆照 叶柯被质疑,你是帮忙胎照的吗 而叶柯闺蜜和助理可能是被这番话惹毛了 陆续发布同样的文案对网友,表示已婚,不在一起过节,难道跟你过节啊 依次暗示叶柯已经嫁给黄小明了,他们已经是一家人 而后,网友发现叶柯晒出了百万钻剑,疑次可能已经结婚 甚至网友发现叶柯晒出的打针图,疑次是缠剑抽血 质疑他可能已经怀孕,相关猜测是消沉上 然后台媒突然报道了黄小明的回应,表示向黄小明询问再婚消息是否属实 黄小明表示没结婚 这个台媒的报道也让网友看萌了,黄小明不回应内地媒体,跑去回应台媒 而有关叶柯尚未失败的质疑也来了,毕竟相关猜测和爆料都是女方评论区 很多人质疑是女方在炒作,想要获得名分 可能是不堪其让,在黄小明回应之后,叶柯干脆关闭了评论区 关于台媒的报道,叶柯本人也晒出了聊天截图 并带了黄小明没结婚的话题热搜,直言有点莫名其妙了吧 暗示这个热搜是假的,那言下之意是两人结婚了 叶柯晒出的聊天截图是黄小明跟经纪人以及他在内的四位群员对话 有工作人员直言台媒这个所谓否认结婚是在造谣 而黄小明本人则表示是的,经纪人更是暴怒直言要去理论 痛批台媒什么玩意,最后黄小明发话,自己来处理 如今黄小明只承认在一起了,但没回应结婚和怀孕之说 网友因此质疑黄小明在打马虎眼 明明群里的对话是否认结婚为造谣,那也就是结婚了呗 网友还直言黄小明不够有担当,跟谁在一起了 也不爱特对方,看上去很敷衍 而叶柯本人似乎也坐不住,干脆晒出了群里对话 想来也是忍受够了网友的质疑 可能事实正如他闺蜜所言 他们已经领证结婚,适合法夫妻 在叶柯的视角看来总被质疑,确实值得生气 如今竟然官宣了,那就祝福两人修成正果,早生贵子吧 二,流水迢迢,徐正希演技斩压任嘉伦爆红,他推出演艺圈四个月又回归内幕曝光 陆剧男星徐正希近日参演古装新剧《流水迢迢爆红》 他的演技被观众大赞比男主角任嘉伦出色 就连他与女主角李兰迪的感情戏也备受好评 徐正希近年参演多部爆款剧 他2005年参加全球华人超级男模大赛夺冠出道 2007年就开始接戏,近年也新剧不断 从去年他跟杨超越合作的虫子,他与孟子一搭档的花琉丽一文 再到今年烈焰,流水迢迢,每部都有话题 尤其是他在烈焰与流水迢迢的演技都在水平之上 徐正希三月下旬在与任嘉伦合作古装剧《烈焰》订档后 突抛退出演艺圈震撼弹 近日又在流水迢迢播出前宣布回归 当时一度传出他受经纪公司欺压才做出决定 时隔四个月,他受访曝光退休又回归的内幕 原来他当时面临父亲罹患帕金森事正恶化 父亲当时情绪不佳,导致看护经常离职 心里焦脆的他只能选择自己照顾父亲 他宣布退休当下正在罗云西水龙云剧组工作 当时大家没有多问,致时排排他肩膀安慰 后来他在四个月里陪伴父亲,让母亲可以休息 又找到适合机构照顾父亲,直到近日回归 虽然不少网友可以体会许正希退休到回归的心境转折 相当心疼,但也有网友认为他宣布退休的时间点 刚好在烈焰播出前,喊话回归又是在流水迢迢叮当后 怀疑他的退休与回归除了照顾重病老妇 还暗藏想要炒作心细的动机 三,刘诗诗人气飙涨精品代言却全掉光 原因竟与长相思杨子有关 刘诗诗评借与刘宇宁演出的一念观山翻红 重返陆剧女神行列 但他看似声势大涨,实则有毫无事 有网友发现曾经手握多家高奢精品代言的他 如今却面临TOWS和约到期不续约 Killin也不再合作 就连去年Armoney大秀后也未能如愿合作 近日因Ralph-Lauren前往纽约时装周看秀 也没听到有任何下文 这一连串的变动 不仅让人猜测一念观山的热播 对刘诗诗的加成似乎不大 眼看同属八十五花的刘亦菲LV Chanel高奢代言不断 就连唐燕都在米兰时装周官宣成为Fanny代言人 即便戏剧成绩不佳的杨米依旧受到劳如青睞 唯独刘诗诗接连失去精品代言 粉丝纷纷怪罪 是刘诗诗的商务经纪人大雷办事不力 批评他自从签了杨子后明显贴心 去年起 杨子将商务经纪这一块签给在时尚圈人脉很广的大雷 经过对方量身改造 他一向令人诟病的衣品改善不少 时尚资源确实也提升许多 他明明很轰像是沉香如蟹长相思等多部包款剧在手 时尚资源却狠虐的土媚印象 并且拿下Michael Kors的代言头衔 全内人认为 粉丝轰经纪人贴心杨子而忽视刘诗诗 其实有诗偏颇 主要是时尚圈的水很深 而刘诗诗近期的代言困境 原因很多 可能与他的自身状态和市场环境都有关 但现在没有 不代表之后不会有新的精品代言上门 只要刘诗诗的好戏不断 就没什么好担心的 又传他将与演技派小生王传君开拍选一新剧封锁 加上带播剧 还有狐妖小红娘主页片 掌心 陆剧女神地位不会轻易动摇 四 吴景言闪婚演戏攻略 红瑶婚戒设计图曝光 他报怀孕年底这计划全望秒懂 吴景言过去与徐凯演出公斗剧演戏攻略爆红 今年与王兴月搭档演出复仇剧墨语云间再度翻红 争处事业高峰期的他 本月12日突然与密恋七年的红瑶结婚 外传他因为怀孕才去登记 他13日公开露面 还刻意拿包包挡肚子 因为藏不住 虽然外界不看好两人婚姻 还有粉丝替他恋爱脑 骂他前几年对恋情还一路否认 没想到一官宣就是结婚 根本骗人 加上男生过去爆出劈腿等破事 让不少死中的粉丝气到脱粉 但他的微博一周内仍涨粉十万 可见抱持祝福的人大有人在 虽然吴景嫣不任意红药士先上车后补票 但他在宣布婚讯后的首次现身 在下阶梯时 手还扶着栏杆 但阶梯只有二层 显得非常小心翼翼 而当他帮粉丝签名时 已经看得出明显运度 即便刻意穿着宽松 目测应该也有五个月了 目前吴景嫣正与虎哥前女友江书颖 拍摄悬疑新剧回来的他们 据悉拍完这部戏后 年底他会休息两三个月 说是要处理一件很重要的事 然后才会继续进新剧组 网友算算时间差不多 就是要去生小孩了 18日微博上 疯传多张两人的新婚派对照片 只见吴景嫣神穿简约的黑白条纹上衣 搭配灰色短裤 红腰则是一身灰色套装 一起吹蜡烛庆祝 其中一张照片特别引人关注 小两口一次拿着表框的婚戒设计图 与英史婚戒设计师的男子一起合影 仔细一看婚戒的样式相当简约 非常符合他们的调性 立刻引发热议登上热搜